大家好,我是张鑫,我是张老师 我在新时社会当中当了企业培训讲师十来年 所以我在自媒体的世界里面只想当你的朋友,不想当你的老师 我盘点一下,过去这十几年,我上的课程大概可以分为四大部分 第一个叫做销售力,讲的是销售技巧 第二个讲的是领导力,我主力的课程讲的叫做教练的技巧 也就是coaching skill 第三个部分讲的叫沟通力,也就是沟通的技巧 第四个讲的是故事力 我的主题通常是说故事的能力 跟大家讲如何能够把一件简单的事情,当它变成有戏剧张力的故事 更能够影响别人,而且能够深入人心 但是我自己这几天闭上眼睛想一想 这是个主题,到底哪一个比较适合放在自媒体里面 而且对大家能够有引起一些共鸣 也能够对大家的生活当中能够带来一些帮助呢 我想一想可能就是沟通吧 因为每个人只要张开眼睛 其实沟通就存在你的四周当中,就像呼吸一样自然 夫妻之间的对谈,沟通 亲子之间的对话,沟通 和上司沟通理念和下属传递讯息 公司之间的小团体,学校里面的小圈圈 通通运用的都是沟通 沟通好了,事情好办 沟通不良,就容易产生冲突 但是我们都知道,冲突没有办法改变事实 争辩无法解决一切 只有把沟通弄好了 就可以把冲突减到最低 而且能够最容易的解决你想解决的问题 所以接下来我会在这一段时间当中 做一系列的主题 用一大堆的小故事 来跟大家简单的剖析一下 到底什么叫做沟通 沟通应该怎么做 沟通的责任应该在谁的身上 今天我们就来个抓手 来谈谈到底什么叫做沟通 我们很简单的从中文的字面上面来看 沟通沟通,也就两个字吧 一个叫沟,一个叫通 沟者,沟足通路也 通者,顺畅也 所以沟通两个字合在一起 就是沟足一条通路 并且维持顺畅 我要找谁沟通 我和他之间要能够有联络 和传递讯息的管道 而且能够畅行无阻 我讲的话,我的想法,我的理念 我的情感能够传到他的耳中 他的心中,传到他的脑里 他想要回馈给我的想法 说法和情感理念 也能够很顺畅到我的心里面来 其实这就叫做一个好的沟通 我们来举几个例子 我想要跟别人沟通 我想要传递我的情感 我想要追个马子 我想要跟别人交朋友 第一个要有顺畅的管道 我想要找他讲话 最好要知道他在哪里吧 要知道他家的地址吧 我要知道他的电话吧 再不然要知道他的email吧 再不然至少要知道他的line吧 如果这几个都没有 那根本就是没有构组好通道 那根本就不用太沟通了 这几个顺畅传递讯息的管道 是非常重要的 这几个有了 你才能够做出沟通的第一步 除了这些东西之外 其实还有很多需要注意的 他什么时候会出现在这个地方 他礼拜几会到家 他到底早上回家还是晚上回家 他早上可以接电话 还是晚上可以接电话 他什么时候会回line 什么时候会回email 这几个东西你知道了 我相信这一个顺畅的管道 基本上就建立起来了 第二个部分 有了沟通的管道 还要让他维持顺畅啊 我想找他 可是他根本不见我 我到他家楼下按门铃 他也不开门 我知道他的电话 打了电话通了 可是他不接 我传了line给他 一读不回 这个叫做有了沟通管道 但基本上完全不顺畅 所以沟通沟通 非常简单的就是两个部分 第一个要有顺畅的管道 第二个 这个管道一定要无时无刻 让他维持通畅 只要能够有一个通畅的管道 基本上我的讯息 想法 文字 理念 就能够传递到对方的心里面去 对方有任何想讲的话 也可以无所忌讳的传到我这个地方来 那这样子就是一个好的沟通咯 那最后我们来讲一下沟通真正的定义 也就是双方彼此之间能够非常顺畅的传递文字 讯息 理念 情感 并且能够理解这些文字 情绪 情感 理念 背后想要传达的真正意义 最后能够达成一致的想法 采取一致的行动 这就是所谓的沟通 好嘞 我们今天就很简单的把沟通谈到这个地方 接下来几天我们会跟大家用对牛弹琴 见人说人话 见鬼说鬼话 这几个小故事来谈一谈 沟通的责任到底在谁的身上 张星漫谈 今天就谈到这个地方 咱们明天见 拜拜